小朋友好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 国语习作第十一课 八十六页 聪明的熟路 写国字或注音 夜幕低垂 曾经八面威风的猎人 体力早已耗损殆尽 但仍怀抱希望 寻找理想的目标 这时 前方有一只饥饿的老虎 正要扑向一只来不及逃生的母鹿 填饱自己的胃 此时 猎人面临的选择 该捕捉谁呢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判断 于是 非常快速的举起了枪 发出了砰的一声 这个猎人 他本来体力经用完了 然后他还是在寻找他的猎物 结果当他看到这只小鹿的时候 发现 后面还有一只老虎 想要吃这只鹿 他就要选择 他到底该设这只鹿 还是要设这只老虎呢 我们看第一句 夜幕低垂 夜幕低垂就说那个 黑色的天空 就像布木一样垂下来 那木怎么写呢 先写个草布 再写日 再写一个很像大 最后才写毛巾的巾 老师把他放大一点 朝日大巾 中间很像大 写好之后 曾经八面威风的猎人 威风的威先写一个很像注意符号的 合 里面写 一跟女 最后才写 鸽布 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 先写很像注意符号的合 里面写一跟女 一个女生很威风 然后最后才写这个鸽布 接下来 威风的猎人 猎人的猎 猎人的猎 注音 勒 一 亦 猎 体力早已耗损殆尽 损失的损 左边手部 右边是圆外的圆 圆灵的圆 损的左边是手部 右边是圆灵的圆 圆外的圆 它的右下方这里有个背 背就是以前的钱币 在人类还没有使用钱币之前 都是用贝壳来买东西 如果损失的贝壳 就等于损失的钱 所以 损的右边 右下方是一个贝壳的背 类人的体力已经用完了 可是他仍怀抱希望 心里面怀抱希望的怀 把坏 左边一个食物的食 右边一个我 老师把它放大 这个字 我需要食物 就表示饿了 饥饿 那食物的食 平常在写的时候 平常在写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一点 可是他当部首的时候 这一点要把它去掉 不然就没有空间写我了 要记得要把中间这一点去掉 接下来 老虎的虎怎么写呢 撲布下面再加一个 R 这来正样 撲向一只来不及逃生的母鹿 撲向的撲把 仆人的撲改成手部 仆人的撲我们上一个有教过 把它改成手部 撲向一只来不及逃生的母鹿 逃生的逃右边先写 欲照的照 左边再写 错步 错步 所以一定要最后才写 再来 母鹿的鹿 跟美丽的鹿 有点像 把上面去掉而已 老师写一下 美丽的鹿 跟母鹿的鹿 两个字长得很像 它只是把上面去掉而已 再来 填饱自己的味 为填饱了甜 右边吐步 左边吐步右边一个针 然后这个针 这个针里面是三横 不要写成两横 填饱自己的味 味肠的味 把他写上去 乌A位 四声味 此时 猎人面临的选择 猎人的猎 刚才有写过了 了一A猎 猎人面临的选择 该捕捉谁呢 这两支他要做哪一支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判断 什么是够 够就是很多 所以是左边一个多 右边一个据点的句 很多了叫够 够 于是啊 非常快速的举起了枪 非常的飞 是飞体的飞 这个字每次考试的时候都看到 是飞体的飞 非常快速的举起了枪 枪就是木布哦 以前的古代的枪 是木头的枪杆 所以是木布 发出了碰的一声 啵恩 啵恩 这是一个描写声音的词 谋生词 啵恩 啵恩 那么国语习座 八十六页八十七页 就完成了哦